網友他就在新聞底下留言 他就留了一個很酸很酸的留言 他說跑五個多小時 幹嘛PO出來 默默的說自己跑完就好啦 把國旗留給選手好嗎 這是什麼樣可怕狹隘的言論 我不是9月24日在柏林跑完了馬拉松嗎 然後我在ending的時候 我就拿了一個小國旗衝過終點線 其實當下跑完的心情就是 我希望世界可以看到台灣 我覺得很自豪 我也很驕傲 不管我跑的成績怎麼樣 因為跑得蠻爛的 但是有比之前進步啦 那我會覺得 趁這個時候讓世界看到台灣 來自台灣的選手不是很好嗎 好 還是我的想法 甘妮什麼事 因為新聞很多都有報這件事 那其中就有一則新聞 網友他就在新聞底下留言 他就留了一個很酸很酸的留言 他就說 跑五個多小時 幹嘛PO出來 默默的說自己跑完就好啦 把國旗留給選手好嗎 這是什麼樣可怕狹隘的言論 現在就嗆我 他還嗆我說 跑了五個多小時到旁邊去玩殺吧 這句話最可怕 因為馬拉松的精神 不是你跑得多快 跑得多好 當然你跑得快 跑得棒 我覺得很驕傲 你很棒 可是 跑得慢又怎樣 我完賽了 而且我不需要被你負責 我是在對我自己負責 每一次的跑步 我只要有比上次好 我都覺得是一種驕傲 是一種榮耀 我不像你 要覺得跑得多快才是驕傲 我不像你 如此的幼稚 然後後來我就嗆他 我就說 你又跑再來說啦 因為跑完全馬就是拽嘛 結果他回我說 哈哈哈哈我跑完 我跑了三十幾場了 意思就是說 我都跑了三十幾場了 你在那邊五個小時 然後還掛國旗 這心探真的很要不得耶 你跑三十幾場又怎樣 我很佩服你可以跑三十幾場的 體力跟毅力 可是 不要瞧不起我們這種跑慢的人 為什麼我跑得慢 我不能掛國旗 為什麼我就是國手才能掛國旗 到底這種偏差的思想怎麼來的